现在是2019年的12月18号的晚上10点35分 现在我在这个地方呢是芝加哥 是美国的第二大商业中心 第二大的最强的经济重镇 夜晚非常的漂亮 这条河的两个呢 全部是世界的跨国公司 全部呢是世界的一流的公司在这个地方 我的背后的大楼呢就是川普大楼 川普大楼呢 芝加哥那边有1423.5米高 911之前呢 他准备要建成世界第一高楼 后来因为911 他就没有了把这个楼呢高得更高 就建了这次高 川普呢是一个伟大的商人 也是一个伟大的总统 他在福罗里大有川普大厦 在纽约有三栋川普的大楼 在菲律宾有川普的大厦 在多伦多有川普的大厦 在巴拿马也有川普的大厦大楼 所以川普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总统 还是一个伟大的商人 他能够赚很多的钱 能够把美国的经济呢打造成一个世界的经济的强国 军事大国 一个呢无可批敌的这个勇士 川普历了很大的工 我们仅仅是卡这栋楼就知道川普多大的能耐 是因为他确实不仅仅在治理国家 仅仅有条 然后更是呢他借着一栋一栋的大路 展现了一个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风化 川普是一个了不起的商人 芝加哥是一个了不起的城市 芝加哥的美丽的夜晚让我非常的心动 让我非常的兴奋 我来芝加哥三次 这是第三次到芝加哥 每一次来都是匆匆忙忙 这一次呢将会有更多的时间在这里领略 在这里欣赏 今天呢跟我录像的呢 是呢加成和加满 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